你们好,我是李贊士 阿安灾害地区所谓的防灾宣导 那可以向你们介绍我们市政府最新的防灾资讯吗 松山区公所112年度灾害地区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演练模拟大台北地区三角断层南断破裂 发生瑞士规模6.6的强烈地震 宁安街一带建筑物遭受严重损毁 许多民众被困其中 火灾也因为瓦斯管线破裂而爆发 情况非常危机 透过徐丽云里长带领的守望相助防灾团队 迅速展开救援工作 整合了消防局、警察局、环保局等单位力量 共同保护社区安全 我想防灾的这个议题还有演变的部分 都要请大家多多的帮忙 尤其在进行这个新一天坑的事件 其实可能决案思维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 之后万一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我们这边近代 这个原住民 等一下就麻烦你们翻译一下 沙拉 沙拉 赶快 我打烊 哪都要 哪都要 演习也邀请里面原住民 以及原属国为印尼籍的新移民朋友 共同参与演练 同时融入印尼语的对话实际推演 借此推广多种语言 紧急疏散防灾避难观念 落实最新的防灾资讯深入各个族群 松山区公所希望借着演习 让民众了解紧急疏散与避难的重要性 在灾害来临时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